国会职权修法的争议持续延烧 如今行政院要提起复议 民进党也宣布未来要指导 国民党立音乐党团总招傅昆奇的大本音花脸 来进行全国宣讲 延续轻秒行动的能量 对此国民党立委吴宗宪 还有民众党立委黄国昌都很酸绿营 要民进党少说谎 不要再向群众散布假消息 黄国昌、吴宗宪 司法法治委员会的两位委员 经过国会职权修法一役 似乎感情升华 等他台北馆开始以后 我也要跟随管长来脚步 法院那个很强力的冲突 练一下身体 下一次的冲击的时候 我们回到第一线去跟他们拼 两人不约儿童受邀 参加馆长活动时都调侃自己 应该练一下强身健体 毕竟立愿肢体冲突实有耳闻 国会职权修法虽然三读通过 行政院要提复议案 绿营将启动巡回宣讲 持续发酵青鸟运动能量 首站更指导蓝营党团总招 傅昆琪的大本营花莲县 如果说是针对傅总招 我觉得蛮幼稚的 因为民进党他发动青鸟 到处下降去讲 其实这是一种民主的表现 我们非常尊重他 但是我只期待民进党 做到一件事 谎话少说一点 战场从国会转移至大街上 民进党又透过群众 给在野党压力 黄公昌很酸绿营 动员群众 不过是继续扯谎 我们在做的事情 绝对不是像民主进步党一样 在散播假讯息 在抹红抹黑 继续下乡 只是在散播假讯息 对台湾的民主没有好事 国会职权修法延长赛 正式开跑 朝野各自要到对方 本命区路站动员 正面对决 记者从文卫成 新北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